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青春茶 各位還記得這個東西嗎 之前懷舊篇有提到的 Gambo Color GBC啦 算是掌機的一個歷史啦 那今天呢 總部寄來了一個東西 今天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以前 彩色的童年 其實連我自己也很興奮喔 Open 各位觀眾 GBA 好的 今天呢就厲害了喔 這邊呢有準備幾個卡帶 可以看到是小卡的喔 小卡在那個時候呢 代表著就是 更高水準更高品質的遊戲喔 當初呢一片卡帶呢 動輒都要一千多塊喔 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試玩這期遊戲 讓我們回味一下以前的感動好不好 Let's go 好了各位有沒有很興奮啊 我現在也是很興奮啊 第一個呢 要來回味的就是 新知卡比的夢之犬 可以看到1993到2002 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我們要把這個卡匣呢 給插進去 這樣子的感覺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開機囉 在這邊 彩色螢幕 哇哇哇 這卡比喔 它裡面居然還有記錄耶 天啊 它的記憶電池裡面居然還有電耶 我現在是透過我的相機玩喔 所以可能會比較手殘盡量一下 這個版本不知道可不可以已經可以接收人家的能力了 我們來試試看 可以囉這個版本就是可以接收人家的能力了 可以看到 我那個時候呢 新知卡比 因為我那個時候玩的是那個 夢之鏡 好打王了 我們現在要打王了 OK沒問題直接把他捏掉 好我們來多拿一些能力來試試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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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小雜兵都不會有能力喔 可以看到喔 雖然那個時候年代有點久遠喔 但是這個畫面啊 這個遊戲度是非常好的喔 你就完全沒辦法想像到一個掌機 居然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精緻度喔 那個時候呢真的是 天方夜譚 因為以前呢還在那種黑白的俄羅斯方塊有沒有 然後黑白的方塊組合起來的 賽車啊戰車的那個年代 GBA真的是一個突破的一個 大發明啦我覺得 現在想要 OK 沒問題 好接下來我們來玩這個瑪莉歐喔 這個呢就比剛剛那個卡帶稍微老了一點 好各位真的要見諒一下喔 因為我現在 這個呈現方法也是第一次喔 你看我們只要稍微往前一點 要讓你們看一下 就會反射到陽光啊 跟一些折射的畫面 所以呢我必須要在一個很巧妙的位置定格 然後透過我這個相機的螢幕觀景窗 去玩裡面的遊戲 所以會手殘一點 請盡量 OK Let's Go 叮 哇這個叮真的是懷念啦 有夠懷念的啦 我現在這些卡在裡面都有上一個 上一個人的紀錄耶 好笑喔 OK我以前玩瑪莉歐的時候呢 最喜歡衝刺解決法 各位可以看 啊我掉下去了 還有路易啊 還有這個香菇人可以選 香菇人 正確是這樣講嗎 好下一個登場的卡帶呢 是 Doragon Ball Dragon Ball Z 好我們來試看看 這次呢特別把光打過來這裡喔 看會不會就好一點 這次看看 這次呢 火車讚喔 喔 格鬥類的 沒有招式表 沒辦法 沒辦法發出招式 喔唷 剛剛好像快發出來了 喔 有了 有沒有看到 哇 直接轟爆他 對阿 順便給你們介紹一下 以前的gameball 上下左右AB鍵之後 上面還有L鍵跟R鍵 其實就是現在呢 任天堂主機的基本雛形 一定都會有這兩個 喔 佛力雜 來來來 沒在怕的好不好 直接虐爆他 你看看 悟空拳腳功夫其實也蠻好的 喔唷 一個換有沒有 哇 一個換人 哇哇哇哇哇 那我需要集氣一下 集給他一把有沒有 直接賞他一顆大的 還沒結束耶 哇 這個真的是難產耶 這不會是 大魔王啊 不行了 一招要定勝負 我這個性 去吧 嘿 有下 呵呵 不得不說呢 以前這種GBA的格鬥類 真的是都還蠻好玩的 好 OK 好 那雖然呢還有另外兩個卡帶喔 不過呢 由於他們是屬於比較劇情走向的 看不懂日文真的是沒辦法玩 所以這兩個卡帶呢 就沒辦法示範給你們看了 好了 各位 掌機的回味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接下來呢 我就去尋找SP SP就是折疊的那一台 相信有人知道我在說什麼 如果找得到的話呢 這就是大三元喔 全部都收集到了 那如果想要跟我一樣回味這個童年的觀眾的話呢 五四公那邊有一個活動喔 你們只要自己去私訊他們的粉絲專頁 跟他們說你們想要買這個東西的話 他們就會有專人幫你們找到這台 算是呢 回味童年的一個好管道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看 我會呢 把網址附在下方說明欄 好了 各位 今天 就到這邊了 影片或現在的話呢 明天就會有新的影片 那我們就拉上次 交給你們囉 See you